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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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 正真是吗 正所 不问题是我们俩其实都不满意这个梗 为什么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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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都被觉得是被贬低了颜色 你知道吗 下面是我左手贬低的 我叫龚颂 之前就在恒大 然后从2011年第一个赛季 直到今年的后半段 现在离开了在上海工作 在那个复兴集团 负责这边他们的一些体育产业 清炫和和欧洲一些俱乐部的事情 但一个是德语翻译 一个是不代亚语翻译 但其实这两个国家的人 完全是不同的工作 对 间格完全不一样 德国很认真 严谨 然后你不能说到冷酷 德国人是这边表面上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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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人是最不严谨的 我们俩是俩极端啊 不是我们俩 是我们俩的这个客户 对对对对对 那你这么一说 感觉他们俩其实从外形上看 包括刚刚咱们聊天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有点不同 就是赵鹏会好像更 确实更严谨更正经的那种 这都是跟德国人翻译 都不能随便做的 必须衣服领带 然后必须 他们其实确实很有传统 绅士文化融入骨子里的 对吧包括我们看到老马说的 每个课程永远是他 领典他的西服 不管在这儿的天 这个显示他这种德国人的特性 斯卡尔的事 斯卡尔当时我记得 我问过这一次 我说教练你怎么不穿西服呢 从来没穿过西服 他从咱们印象中 2002年世界杯夺冠 到现在指挥你 什么时候见过斯卡尔穿西服 你又要穿西服 我这个球 这个运动衫有我的队灰 这个代表我的球队 这是我的球队 刚好我穿的 多舒服 对 我觉得这个 好多西服找的 但是我都不要 其实是显示出两个国家的 这种民族性 那他不要说你们是在的吗 不会 但是我们其实会去 不能说迎合他吧 但是去感觉 那他是这种风格的 所以这套西服是老马在的 下面在靠的 不 我这可能是在十几年的 德国生活的这已经 已经受影响了吧 所以说两位是怎么走上 翻译这个路的呢 我肯定是半路出家 作为翻译来讲的 因为我不是学语言的 你在德国做什么 十几年 我是高中毕业就去德国 然后先是学语 当然学语言是为了上学 后来呢 又去上玉泽山大学 大学毕业又工作一阵 然后又正好那时候 在老马来之前没多久 我也刚回来 你想的是 你能给老马找翻译是什么 是发一个什么公告 招聘什么的 他确实好像发我 我记得好像是 然后呢 当时我其实没当真 在青岛的话 我有踢球嘛 叶云踢球 然后我没有认识那种 我们队里有一个日报社的 帮我问了一下 这个后来拿到一个 鲁能的这个 负责媒体的 一个这个工作人员的电话 后来我就跟他聊了聊 也没事了 过两天我又给他 发了个短讯 他说听说可能已经找到了 然后再没过几天的话 突然就给我打一电话 说谁谁 你有空吗 要不你来试试吧 是 然后我就去了 去了是 应该是正常来说 应该有一个 所谓这样面试环节吧 那说法就是 马亚特他在神神 第一天去的时候是下午 他们正在训练 看完了以后的话 就过去说 跟老马打个招呼吧 包括咱们有中方的教练 有领队 大家围在旁边 然后我就跟老马打个招呼 可能一天那儿 这个翻译里很有意思 一个东西 就是比如说 如何衡量这个翻译翻得好不好 就是你中国人不知道 就比如说咱们 在哪儿到他背后 他只要是 让这个外国人觉得他说的好 觉得听得特别满意 信息传达准 他就是好的 老马 这一眼就相中你了呗 我觉得 听得还挺懂的 不错 我觉得能够算是一见钟情 在我看来 这真的是原本 原本 后来 在那儿工作过也没多久 然后还有朋友翻出我10年发的微博 我说 哎呀这个赛基又是 拜人夺冠了 沙尔克去剧亚决 我说很可惜 因为 我还是 喜欢沙尔克 不仅仅是因为 你当着好聚名 我说不仅仅是因为好聚名 也更因为老马 所以我很崇拜他 然后我们想到 你能够做到五年前 能把心机埋得这么深 我真想采访 对 我自己都不记得了 但是我干过另外一件 很有心机的事 去鲁能之前 他让我去嘛 嗯 我就开始打闹我电脑 找出我那旧手机 我就翻啊翻啊 翻出一段视频 是2011年的 然后当时老马从 又回到沃尔布斯堡 嗯 去他们 保吉 最后一场得家 他们在霍分海姆提 在霍村 然后我当时住的地方 就离霍村很近 后来我去看球 他们那场比赛是必须要赢 他们就能保吉 那我就在现场 而且我特地买了张球票 是在客队的那个看台 而且人不卖给我 因为在德国是 你去买票的时候 你要买客队球票 你要给人身份证看 必须要超过方圆100公里 才能卖给你 然后呢 后来 我就说 我说我来看那谁的 沃尔布斯堡有个那个 日本中厂 后来那个 对他们队长 长谷不成 长谷不成 然后因为那个人看 你说你是哪里来 你是日本人吗 就来看 我说对啊 我说看长谷不成呢 我说大老爷跑来 他说好我卖给他了 后来那场球最后3比1赢了 老马保吉了以后呢 球迷就不赛 他们就在这全场喊老马的名字 他就过来 然后跟球迷互动啊 然后全场喊他 我就拍段视频 然后我就给他看 我想说我这去鲁弄 我在这给他看 我说你看 那天我在这现场啊 就我拍的 他老马很酷啊 哦 挺好 然后我这些 就很老婆 对啊 挺好挺好 我觉得说 原来他就很像打动不了他 但后来呢 事实证明 其实我还是这个 这个事情 其实有打动到他 过了半年 他老婆孩子来 我说他去北京接他 然后在车上 他就特开心啊 见到家人了嘛 他就跟我说 他说朋友 你敢把那视频给他们看看 那天他们也在现场 然后他们全家人 其实都在现场 然后当时我也在 我觉得就真的特别有缘 包括我当时01年到德国 当时之前看德甲 就阳尘转播的特别多嘛 我去了以后 看了第一场德甲比赛 就是法兰克服的比赛 就是我是被杨尘去的 但当时主要练就是了 马拉特的 从01年开始 都是语言的 你呢 我很简单 其实当时 我就一直是读书嘛 然后学的就是语言 郭总我哪人 我是哈尔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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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 大学报的是国际传播系 当时要选一个国家去出国 其实就是选门语言 然后我就特别选踢球 从小我就选踢球 然后我就说 那我就去巴西吧 哪怕是不读书 我还能踢踢球 平时 然后问巴西说什么语言 说葡萄尔滨尔那行 我就去好了 就去巴西了 去了才知道说葡萄尔 真的都不知道 然后去了巴西 回来以后呢 我准备去教书了 就是到一个大学 去当葡萄尔滨尔老师 还是大 然后都已经 都已经把书给我要备课了 马上给学生上课了 然后这时候 恒大打个电话 那个说 听说你说葡萄尔滨尔 因为我有一个同学在恒大 是一个女孩 恒大当时刚组建球队 然后需要这样一个人 然后正好就找了所有恒大目录里的 只有这个女的 不行女的不行 那时候给她打电话 问她要一个她蛮男同学的 她已经推荐了 对对对 她知道我喜欢球 然后说 要不这挺适合你就过来吧 我打个电话 我跟人聊一下 她说你不许说怎么样 她说你说两句吧 她也听不懂 真是 她也听不懂 让你说两句 就电话面试了一下 这么随意 打个电话说两句 就去过去了 对对对对 我给她翻了简历 看了一下 不是你当时哈什大那大学老师 对啊 教育我也挺喜欢 我也挺喜欢小朋友的 但是跟这个毕生的向往来比 还是这个足球对我来说 意义更重大 你在巴西待了几年 对在巴西待两年 你到了恒大之后 你去了之后做什么呢 当时给谁翻 当时是穆里奇 当时又穆里奇在 然后那个孔卡 包括后来有几个宝龙 雷纳托后来几个 那个巴西岛员 都是陆续前来的 我要知道工作量这么大 当时我核档的时候 我得好好认真他 你是你一个人 给他们所有人当翻译 当时特别苦 第一年的时候 第一第二年的时候 我们有五个巴西岛员 孔卡 克雷奥 孔卡 克雷奥 孔卡 克雷奥 保隆 琳纳托五个人 就我一个翻译 就一个翻译 当时俱乐部什么 还不是特别完善 后勤这一块 我只要给他们当翻译 训练中的生活上 还要给他们管后勤 特别 每天的电话都是接这种 比如说我家网坏了 我家路由器掉了 我家没器没废了 弄五套房子五个人 知道吗 其身助理的 对 巴西人来讲的话 到中国这个国家 文化差异那么大 他问题可多了 对吧 你有的东西可能是 像他说路由器坏了 那是技术问题 还有的问题可能就是 和国情相关 和文化相关 他理解不了的 你给他解释这个 那肯定了 南美的这些球员 愿意脱家带口的 对 跟欧洲球员不一样 而且是拖很多家 保姆基本 保姆一家都拖了 保姆一家 保姆一家 司机一家 反正基本陆陆续续 得有个奇葩哥吧 过来一个人都得有奇葩哥 奇葩哥 然后有事都在找你 那肯定了 40个人 现在这个时间 给你40个充40个人的花费 你得充多长时间 我的天 都得你管啊 他们家有什么时候都你管 那肯定 因为他们无法生活 无法 巴西人还不会说英语呢 巴西人还好一点 对 他们自己能力有比较差 对啊 就全是你的 对 现在好多了是吧 现在 对 现在好多多了 多一些翻译会 对 现在 对啊 不同的那个球员 有不同的专门人去服务他 应该是这样 主要是我们慢慢摸索出一些规律嘛 然后一开始告诉他 有些什么东西该怎么怎么做 慢慢就好一些 那你这第一年过得够惨了 我们第一年恒大 不像现在的球队体系这么完整 当时我妹妹 就是很多事情都是一块做大家 就是像个创业公司一样 有点摸石头过河的那个人 对啊 有时候装备我们没有专门的队伍 我们几个还是搞 我们几个当队伍 好了 就是 就是我们开玩笑 哪个公司的经理 什么保安 保洁 全一个人 就是尽量的 就这几个人把这些活都干了 他的经验我现在正在体会 对 就我们现在球队去升班马 今年第一年 就是职业化第一年 就是什么事 一个萝卜 我们说一个萝卜好几个坑 那你都负责干吗 我负责 对外官方的职务是什么 对 官方职务是领队 领队 领队 领队主要是李庄甲负责 队伍管理 对吧 协助主要练 对吧 那我们还要负责什么联系比赛 联系机票 酒店 前站 我赛一出的时候 我们还负责跟酒店老板 我们当时租一酒店 上午酒店租了一层 然后包括去跟他谈该怎么改造 怎么装修 怎么建厨房 后来我赛一出的时候 我跟我们找两个人去批发市场 就专门那种大的那种 去买过碗瓢盆 采购油盐酱酥 我们都干 这也分的太细了 如何做成一个好翻译懂吗 翻译感觉都一身本领 什么都会 因为基本上一个球队的任何事情 都要去跟主要联沟通 或者说是交流汇报对吧 所以说各方面的话 你都会了解到 就是杂事会特别的 对对说对了 当时外人多的时候也是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 有手机备忘录 木 要鞋 什么克莱奥克 家里网坏了 克 就是第一个字 我就看那个备忘录全是这些 但是我觉得 从之前的翻译的这个工作的话 让我破译匪浅 很多东西的话 是那个时候学习的 当时有个镜头 我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在场边的时候 当时是鲁能 咱鲁能进了个球之后 然后您去疯狂庆祝了 然后马加特使劲地这么拽着你 把你衬衫都快拽坏了有一次 对 主场对河南 那个球是90多分钟 进了一个绝杀了 而且已经特漂亮 然后大家都特兴奋冲上去 以后 我肯定也冲上去了 对吧 然后突然有人拽我 那衣服都拽了 我说谁啊 我一回头一看 也不好发怒 然后我 而且我一看他怒了 你知道吗 不是他为什么 当然不让你庆祝 不是 他其实是想要布置战术 当时都在庆祝呢 就是你说比赛还没结束呢 对 正在庆祝呢 好剧米在旁边 他想跟好剧米布置战术 可能布置两句 发现沟通不了 他就找我呢 他找不着 然后把我从人群中拽出来 然后 别庆祝了 你刚才没结束呢 我去当时拽 正好拽一圈 然后我正好面对好 然后我就给他讲 然后特快进入角色 但那时候也很熟练 特快进入角色 之后再说你了吗 就说 你那时候找不着你 没有没有 这倒不会说我 这倒不会 他肯定会理解你去庆祝我 老马还算比较淡定的教练 因为斯科拉里 天天一天 怎么样 十回至少 就每天就是 斯科拉里就是一种性格教练 就是很火爆 很火爆 尤其比赛那种时候 不知道你们教练的设置 一般教练都有点 赛前综合症 都有一点 有的教练就喜欢说 所以可能更多的就发泄出来 然后有的教练就是 找你麻烦 有的教练是不说话 然后就闷着在那想事情 每一段都不一样 赛前 对 一到比赛反而好了 我跟老马过分 他说其实这么多年了 他四十多年了 他说仍然每场比赛之前 他会紧张 有的时候他能做一个决定 对吧 是上这个人还是上那个人 他自己也会想 他这个决定是对还是错 那要是教练口气比较严肃 骂人什么的 你们怎么翻译 言封不动地翻译回去吗 我会违反一下 我觉得 因为教练有时候 他在那种情况 那种场合 他说出这种脏话 骂人 他是不过脑子的 而且不是针对人的 你说这种东西 没有必要把它转化成中文 大家听着 然后他来骂这个东西 骂你 没有必要 回想过去的话 其实 他没有说是真的 在那种沟通的时候 就当面骂你 不会有 所以说不太有那种需要 说是我要去翻译骂你那种 他即使 但他有时候会骂人的话 可能自己会嘟呢 然后骂有个特点 就是 只要比赛一开始 他在场边 就不停地嘟呢 说什么 这个球太难 或者这怎么想到 这怎么能这么传 他说出来 他自己也 就是我说了 他还跟我说说 其实我就是在抒发一下 这个 自己排解 排解的方式 对 但他就自己那是嘟囊 然后他像个解说员一样 这个时候会有骂人的话出来 嗯 那你们有的时候参加这种 比如中超的新闻发布会 我们教练 包括球员啊 教练新闻发布会一般 他们还是挺注意自己的措辞的 我碰过一次的那谁 邓家 邓家 带队来中国打比赛 然后来了的时候开始说 说我不知道你们这个 为什么我这个球队训练的时候 碰到那么多我不认识的人 不相关的人 嗯 然后如何如何的 然后就各种开始低伏了 然后旁边的翻译翻译就是啊 中国人民非常热情 然后你的训练质量非常好 球迷的气氛也非常非常好 如何如何的 就说这些 但是这种翻译也太夸张了 他是给你回避掉的 优秀 你俩这么做工 我其实可能不会 我可要如果换动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也是旁敲侧击地说 说今天肯定有无关的人在场 影响到我们 但是我可能不会说生气啊 或者怎么 但我不会说把他完全给的意思改掉 而且我觉得挺幸运的 就是其实老马 是情商特别高的一个人 嗯 因为我们 他的那种最直接的情绪 可能在我是第一时间可以离聚的 首先 我和他最近也其次 我都听懂他说什么 但他只要去了发布会 他永远就这样 就是一晚就会换一个人 他其实上就是输了 输得很郁闷 或者是因为某个人的失误 他对这个人很生气 对吧 但他不会批评任何一个球连 但是他著称是铁血教练 不是队员怕他们 队员怕 队员怕 国内球员敢跟他说话吗 比如主动 会主动地找他们吗 聊聊什么 会 而且他特别欢迎 其实 而且老马呢 他给人的感觉是 像你说铁血教练特严厉 但其实私底下的话 他是一个特别热心的人 他就会跟你手把手的跟你讲 说你有什么问题 包括他会在那个战术板上想 你干什么怎么样怎么样 就讲的特别多 包括他有时候会主动找球员 对 对 对 然后你像我们在餐厅吃饭 我们餐厅有那个电视嘛 对 正在放比赛的机器 就包括可能欧洲联赛的那种 比较精彩的 他可能会把吴星函叫过来 吴星函你看了没有 你看罗本这球怎么立起来呢 对吧 然后我们一看就 好好好 他有没有特别喜欢找谁开小会 何欣球员什么好居民啊 对吧 这是他的得意爱图嘛 然后包括金净道 对吧 吴星函 包括齐天宇 这都是和他沟通比较多的 之前高林来的时候提过一个 就说什么 就是恒大队里有个外园 吃那个火锅 看见上了盘羊肉 以为是刺身的 直接就把那个羊肉给吃了 就你们俩有没有 就是这种有意思的 老外在咱国内的这种糗事 从吃的方面来讲的话 他们其实 不是特别爱去试 南美的人还可以 八戒还可以 就是基本 我带他们去中餐 尤其广州的一些菜 他们都去 都吃 除非特别奇怪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什么 对对对 比如说这种什么鸡脚啊 皮蛋啊 什么鸭肠啊 就这些东西 他们老赌啊 赌啊 对对对 这也不吃 都是我爱吃的 基本是如果他们是一块肉做的 或者说是满满整整的一个东西 熟的 他们都能吃的不辣的 都还可以 啊 行 我们接下来是我们脱口秀 最受大家欢迎的一个环节 证问反达 很多人都说您跟郑征长得非常像 那您有没有觉得自己比他帅多了呢 没有 你看他们俩都互相弟子互相嫌弃 我说句公道话 照片他好看 真人您好看 你家琴问你什么就是 你该学会批照片了 哈哈哈哈 你说说实话 每次都下着 家琴你说这个照片显得就 不是这个我根本就分不清 右边是正中 下面右边那个是正中是吧 我的天啊真的好像啊 您七夕节还在健身房撸铁 是不是觉得身材要比女朋友还要重要 你没有身材怎么会有女朋友 现在有呢 后来发现有了身材 你还是没有女朋友 哈哈哈哈 好的因为没有女朋友 所以七夕节他就露铁 这个太辛酸了 真的是 你看这胸这感觉真的比家 啊不就是 确实是够挺那个感觉真的是 这就可以展示出有多少个七夕节 都是在健身房里头 啊单身吧 中婚 好嘞 那可嘞 我今天来的不是《非诚勿扰》啊 在您看来 李皮 卡纳瓦罗和斯克拉里相比 谁的衣着最时尚 斯克拉里 啊 最大的是吗 怎么能拿意大利人和巴西人比时尚呢 对啊 您在广州恒大淘宝冠军拿到了手软 那是不是奖金也拿到了手软呢 哇 我们还好 我们还属于怎么说 老板还是在在在 这方面还是比较手心有嘛 然后对 比较主要是说到做到 然后 这也是恒大成功的一部分 我觉得 虽然这些话很官方 但我还是闻到了浓浓的铜重味 还是感觉到了咱们的手软 您的社交媒体 经常发一些和外员吃饭的照片 是不是因为为了炫耀 跟他们关系特别好 对对对 主要是为了炫耀 因为生活就是这样 其实 他们依赖你 这个已经不是一种 怎么说 哇呦有一件事情 我今天跟他吃了 就是已经是每天 就是其实 就其实 其实没想带他 但不带他的话 没法点菜你知道 主要也都是熟的朋友 对对 总在一起 就其实跟我们 就是大家熟的时候 我们发朋友圈 是一样的 只不过人家的朋友 这是外男的 但是因为毕竟工作 每天都是在一起 都是在一起 我们以前每一期节目 大家都不是白来 都要给我们这儿留下一幅画 您这两位都是翻译 今天就让二位画一个 现在中超最火的外员 帕托 哇 可以吗 好啊 可以吗 需要一个模特 今天帕托正好 在我们包厢里面 小卓呢 请他上来 给您二位当个模特 来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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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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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手 他们都没问题 昭录 我真的想要做得很严重 因为你会做得很严重 你会做得很严重 他说如果画得丑 他肯定升级现在 还有30秒 反正龚老师这个画的真相 我跟你说这个是真相 右下角留下您二位的名字 偷偷地给我 我去 我们现在看赵鹏画作 你觉得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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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不会画画 所以我怎么讲呢 我本来想说那我不行画抽象拍吧 后来我发现抽象拍更难 所以我说那你挑重点吧 头发 胡子 我怎么觉得这张眼像画用坡呢 我怎么觉得这张眼像画用坡呢 你看他鼻子有四个画的 是因为我想画出他那坚挺的鼻子 会发现我能力不现 太像了 太像了 好 下面要亮下你们的眼睛了 我觉得我太惊讶了 画得真像 公耸画作 帕托 Oh my god 像吗 像 特别是给夏娃这个感觉 他说什么 他觉得像吗 他觉得像吗 他觉得还行 他是这个像我有一点圆圆的 我觉得眼型头发都很像啊 眼睛 眉毛 眉毛 我觉得这张箭箭是 相当亮的 对啊 您可以让他评价一下 这两幅画怎么样 他很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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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翻的是真的 我不是瞎翻到 可是我这个话的想法 那这两幅画 就由帕托交给我们的老板 你大朋友做 你也得了做 好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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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 我们就稍微的轻松一些 进入到我们的情报站环节 谢谢 我为啥今天特意 我第一次有凳子坐在前面 就是因为今天情报太多了 先说一下今天的第一条情报 from Mr.米浩伦 咱们那个from别省了可以吗 Mr.米说 我以前总是和狗瓦尼奥 还有帕托打非法 帕托的技术是三个人里面最猜的 是 我一直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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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我们下一次把米浩伦叫过来 在现场打就好了 你就知道了 他这个谁最猜 嗯 米浩伦 啊 哈哈 人不愁你好吗 认了认了 我们待会这位米浩的法国人问 from Mr.王 呃 王杰说 怕脱训练完回家 过一会儿就能看到他上线吃鸡 呢 当结果是 我做了一会儿啊 我做了一些的学生 但是当我在家居中 我比我去游戏 我去游戏 我比我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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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比我游戏 我比游戏 他锦练完首先 他要华尼戏 他需要先职业的去当健身房 查立一下 查立一下 查立完以后呢 那他跟他的朋友们 安德雷还有那个球队的几个朋友来玩吃鸡的 不是马上玩的 吃鸡您怎么翻译给他的 eat a chicken 不是不是不是 吃鸡有一个 那个鵬鱼有一个说法 啊 哟哟哟哟 哈哈哈哈 他会跟中国的中文一起玩吗 他们怎么讲的 他说每次他玩吃鸡都把那个挑成竞技 你怎么说他们太懂他 哈哈哈哈 他说不了 说已经不懂 然后就自己玩 哎哎哎哎哎 他最好的生意就是最多一次杀人 我必须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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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十八个 十八个 十八个啊 在吃鸡里面一直杀十八个人已经算很厉害 没见过呢 看墙 这条情报 从Mr.郑 郑达伦 帕托没事就给妮妮热巴发私信点赞 但没有人理她 他们都说自己对足球没有兴趣 我认为她没有兴趣 我认为她没有兴趣 但是我喜欢 我喜欢用我的社交媒体 我使用我的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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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使用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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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九号 我用了一些节目 我使用了解互动 我使用了解互动 我使用一个社交媒体 我使用了写真 我使用了解互动 你觉觉到中国女孩 你会喜欢什么样的 我使用了解互动 但我先开始追求她 我使用她 我喜欢她 因为她 因为我と就是很友善 所以我改变 我认为 當母亲 患者 在之间 在喜好 她还是很友善 这跟我们想象了巴西人不太一样 我觉得要不就是他出来 要不就是翻译出来 下一条 这可能得量量真本是吧 这条情报是 from Mr.张 张修为 张修为说 以前跟帕托打乒乓球 一直扔着他 结果帕托就误认为 自己的乒乓球技非常的好 就帕托第二 第五 第五那也还可以了 这么清楚 张修为是让着让着他的 今天给我们展示一下 好厉害啊 这个基本上是颠球不过三个的 来您 我颠着走可以 咱记个十吧 咱记个十 可以可以可以 好厉害 好厉害 这条张修为说话了 巴西人啊 这些运动他们很有天赋的 羽毛球 乒乓球 他们不会两下就会打 好稳 我在巴西是不会打乒乓球 给这个拍子就会打 两个结合一下可以吗 您能颠乒乓球吗 啊 可以啊 可以好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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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 厉害 Become a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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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这条情报 从王永破说的 王永破说 帕哥很积极地在学中文 但到目前为止他只会说脏话 我正在学习 我正在学习 我需要每天都学习 你现在可以说一下吗 脏话也可以 都没有关系 这句话是假的 这句话我可以说 我只会说脏话 一般外国的球员来到中国 基本上除了这个脏话 我们可能都知道是哪个 然后还会一个单词 就是牛X 牛X 他知道什么意思 牛X 你牛X 你牛X 除了这句还会说其他的吗 我叫 我叫巴托 你那 你那 我 你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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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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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我再继续 我再继续 我可以 十分钟 我可以 我可以 做语 我可以 三次 我做语 我可以做语 三次 我可以 我可以 放语 我的中国 我可以 我会 我会说 还是 你现在学习 你学习 你再说 你怎么几个字啊 哈哈哈哈 叫我发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发了个小伙子 不错 不是说 不是说 不是说的 是说的 现在 这个年 我开始重新的课程 因为 我希望学习 我现在在中国 我需要学习课 因为我需要 相关于一个女士 很重要 所以要学好 为了能用中文聊没的话 也得在中国多听一点 那有没有什么目标 现在有没有目标 就真正的想去追的一个中国人 não, não tenho ainda, não eu também não estou à procura assim, eu não estou desesperado para chamar uma namorada eu acabei de acabar minha relação faz pouco tempo eu estou bem eu quero curtir a China quero aproveitar o máximo possível aqui na China gosto da China então espero poder ficar muito tempo aqui 其实,我还有问题 之前很多拳见的拳人过来 会说,怕拖 其实说外来的话 在球队里是特别活跃的 就是,有没有 刚来球队之后 做过什么 要主动地去融入大家 eu acho que no começo nunca quando você faz uma mudança de país para outro nunca é fácil no começo mas aqui eu fui muito eu me surpreendi eu fui muito bem recebido tive um carinho muito legal com todos os jogadores os jogadores me tratam super bem a gente sai para jantar todos juntos eu conheci a família de quase todos eu gosto e eu falo para todo mundo aqui eu tenho o mesmo sentimento quando eu joguei no Mila eu encontrei o pessoal e senti o mesmo carinho então tudo que eu faço dentro de campo e fora do campo eu faço para eles para que a gente consiga sempre os melhores resultados o meu eu acho que eu acho que o chino é muito bom eu acho que eu acho que é muito bom o que eu faço quem é mais parceiro contigo no time todos são muito bacanas mas eu tenho muita amizade com Yan Po eu tenho muita amizade com o NJ com o Shohei com o Capitão foram pessoas que no começo me receberam como vem cá vem cá eu te ajudo aqui te ajudo aqui então tenho um carinho muito grande por eles e todos os jogadores novos que vêm agora eu tento abraçar eles tento ajudar eles para que eles se sintam bem no grupo e consigam um melhor resultado eu faço de tudo por eles eu sei da minha responsabilidade sei da minha importância para o grupo sei da minha importância para os torcedores para os jogadores para a comissão e tento sempre demonstrar o meu carinho minha vontade de jogar dentro de campo tentar sempre dar o meu melhor para que a gente consiga como time ter um bom resultado e manter sempre o Channing Kwanjang sempre no top 其实我也知道 早期的时候 怕 estou刚刚去 欧洲的时候 那会儿 卡卡 Lona Erdor 包括很多 巴西的 米蘭的巴西球员 都对他很照顧 是不是因为 当时这些 老大哥 照顧他 现在就想 穿帮接待 也对新球员 也好一些 eles me receberam super bem eu tenho um carinho muito grande porque eles me receberam quando eu tinha 17 anos então hoje tudo que eu puder ajudar os novos jogadores dentro do vestiário dentro de campo eu quero fazer como eles fizeram comigo no Mila aqui a minha casa agora então eu tenho to me acostumar o máximo possível na cultura do chinês dos jogadores como eu falei eu estou muito feliz aqui porque para mim hoje é a minha casa então hoje a minha família ela veio aqui na China conheceu eles gostam então eu fico feliz de ter jogadores que são além de jogadores são amigos então isso tem me ajudado bastante 下一条情報 from Mr. Wang 还是 王永波先生 王永波先生 说 第一次 和帕托 训练的时候 就感觉到 不可思议 因为 感觉 以前 只能 在电视 上 看到 这样 不可思议 一度 的 自由 子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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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他 他 我 她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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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大的意義在這個組合 所有人都愛他 而且他開始玩得很好 所以我非常幸運 他也會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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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網絡上的網絡 是否他們倆開始叫上來的 他已經看到他在網絡 SB XXX 所以他知道什麼意思 因為他知道 XXX 我認識 Yompro確實有 有這個擔心 因為我跟他聊過 去年剛開始 剛開始的時候 打很大的比賽 然後打上兩點就沒進 Yompro就跟Pato說 我們都知道你是這個 你好,別著急 Yompro確實 是一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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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点不停的场合,你会有点成功, 不停的事情是从最初准备的事情 我认为需要有空间的朋友们 我认为我认为我第一次在会晨 我认为我认为人,要吃饭 就好,我们有一个庆导师 我们完成了一层一颗的目的 我认为每年组都已经归出了 我们组合的方式 所以,起初不是很简单,你必须要有时间的领域 刚刚你婆提到这个球好,当年是真厉害 打黄马进过球,打巴萨那个24秒的进球 打郭米,米兰德比也进过球 其实是大场面先生,有没有每个瞬间让你觉得职业的巅峰? 有两个球我喜欢的比赛,我看到了这些球 那是我第一个球对于米兰的球赛 我最后比赛是我第一次球对于米兰的球赛 我们赢得到5-3球赛 我跟巴斯罗那是我继续的球赛 我跟巴斯罗那是我做的,我做的这个球赛 这两个球赛是最好的球赛 后面有很多巴塞罗纳的球迷 你看都会很轻看 关键说到这的时候 真的是米兰球迷 怎能不对流满面 因为2008年的时候 中国队是跟巴西踢过一场 而且刘雨峰就是当时在那个 队里的那个套林球员嘛 后来有没有跟他们 聊过这个08年碰过这件事 我在2008 の礼 elders kad边 迓 Bom,我红色啊 弟姐统 notor接,我们失败到 第三阵 我十当初,我在秋席 欧阮 曾与た是 我冒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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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我冒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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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oxide玩吗 gracias 笑 人家里边就这样 今天我们比较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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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奇妙的感觉 当年其实我是米兰球迷 对您期待还是挺大的 包括当时这个 我记着安切洛蒂说过一句话 如果怕脱未来拿不了世界足球先生的话 那肯定是教练的问题 Mancelot foi para mim como um pai até hoje ele deu até o nome do cachorro dele se chama Pato eu tive algumas coisas no meio da minha carreira que posso falar que talvez não foram gestidas do modo que deveria ser mas eu estou feliz hoje eu estou feliz o destino fez que eu viesse na China e eu não tenho o que reclamar não me arrependo de tudo que eu fiz não me arrependo da minha escolha para a China gosto daqui então espero ficar na história no futebol chinelo 确实跟很多大牌球员 都一起踢过 大罗小罗 包卡卡 能不能在心里给他们三个 在你心里 就选了经历 共事过的最强的一个球员是谁 eu treinei com muitos cara eu treinei com com muitas lendas do futebol nem jogadores são considerados como lendas do futebol mas o que me marcou muito e que eu vou levar para o resto da minha vida foram o Beckham e o Maldini esses dois me deram exemplos de de lutadores de cara trabalhadores que não são o que são hoje a imagem que eles levam porque eles sempre trabalhavam eu acho que cada chinês cada um tem um seu jeito de trabalhar por exemplo o que eu gosto muito o capitão o jeito que ele trabalha Yang Po o Shoe é um menino muito esforçado é um menino que merece todo o sucesso do mundo e a Min que é o eu chamo ele de Min é o nosso que joga do lado do Diego o defensor que é o lateral direito o Mihaly que joga que joga não na defesa que é defensor que joga na lateral direita não não é o zagueiro da direita ele está na seleção é o central eu chamo ele de Min esses são jogadores que me chamam muito Sun Ke eles são meninos que treinam bem que são concentrados e acho que merecem mais do que eles representam hoje eu não vejo só ele mas eu vejo muitos outros jogadores que podem jogar mas eu sempre eu aprendi que no futebol você tem que ter oportunidade se eu falar que ele pode ele pode tem muitos jogadores que podem mas tem vai dele querer também por exemplo eu vejo muitos jogadores chineses bons que tem a oportunidade se tem a oportunidade de jogar na Europa eles vão conseguir jogar tem muitos tem muitos jogadores bons e acredito que a geração nova que está vindo vai ajudar muito o futebol chinês 最後一套情報 mas que vem da chineses 那来都来我们这儿了 我们也给您准备点吃饭 长点我们这边 这个有特色的东西吧 来吧 电影二 豆腐乳 皮 天哪 那个皮蛋对外国人很不友好的 臭豆腐 这是臭 这是臭豆腐 哎呦 有那个烤肉吗 烤肉里边有烤鸡 有烤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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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是烫 臭豆腐 我们先闻一下吧 尝一口可以 过期过了过期 还敢说不怕这点事吗 他说明天他要吃这个 吃个鸡鸡好吗 我得把你吃过这个 我觉得可以 这个就是 这个应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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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块尝尝 这个应该没有 这个应该没有 我觉得可以 só para provar 一小点就可以 一小点就可以 一点太实了 这个应该没有 deixe um pouquinho 啊 太 这个应该没 这个应该 但是 这个应该 这应该 这个应该 这个应该 应该 是 他真的不错 说鸡干 我再说是鸡干的 这个这个 这个挺好 他知道什么叫撸串 就是你训练完了 去健身房加点完了 也没去撸 那我能不能 那中国文化叫 没有什么是一针串 解决不了 对啊 如果有 那就再来一个问题 撸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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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撸串 这个节目太无了 撸串 对 对 太动作了 对 哈哈 我再给你讲 想把 我从来的 中国人不是 口老外 的 因为 撸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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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对中国文化 除了这些之外 就是对中国文化 有没有一种 别样的喜爱 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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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思考对 在工程中的 学习 我生icon 雇白 我跟福尔是非常重要的 要点了 去读读买的 哦 肯定 欢迎华佛有空来我们这个自博看看 世界足球起源地 很重要一点 这个是国际足球 连官方认证的 这张照片是你的吗 那我自己 这个好像经常 你觉得自己做的到底好不好吃 你觉得自己做的到底好不好吃 我自己吃 但是他很厉害 刷了这么多酱 太咸了吧 这节目下的应该支个这个 还是咱们边聊 还想着边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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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都听懂了 看来这个 这个是网友破裂的剧的吗 这张照片 你进去试一下吗 哈哈哈 这张照片 实际上他没有进去 但是他也知道 他 所以呢 所以说 你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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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拍这张照片 不是有这个 按摩的问题 哦 好像这边是69 因为这个69 还不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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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这里是去寺庙吗 这里是 先走过一遍 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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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训愿了吗 这个 我去 我去 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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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踢箭子 我觉得好像刚来中国的时候 又特别喜欢踢箭子 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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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整体听下去 我的感触还是挺深的 就是 帕托老师的这个 真的是很喜欢这个 因为 特别是 你说如果他没去过多少国家的话 喜欢咱这就没有那么开心 但是 确实是 去过这么多的国家 却对中国这么的热爱 确实是感觉 能感觉到他对 咱这边是有点 情有独钟的 非常柔柔进来的那种 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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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还在煮 所以 刚刚 徐贝也提到一件 最好的一个结果 就是能当个中国的女婿 谁知道 我的 destiny 我来到中国 谁知道 我能够找到一个好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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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够找到一个好处 在中国 刚刚刚刚老师也提到 徐贝也提到 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标杆 就有一个这么融入到 中国文化里面的一个 外援球员之后 可能以后的这种 外援球员这种 大牌也好 怎么着也好 这是一个很好的榜言 我觉得我个人经历好 外国人 不管是我们球队的 还是别的球队 有些球员对中国的文化 对咱们中国人 是有点态度 所以还是 像他这样的这种 这种性格也好 他这种态度也好 我觉得是 所有的外国人来中国 不管是工作 还是球员 这种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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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所以说 希望所有球员 来中国 来中国 来看 不仅仅为球员 但是 一个很棒的 你能学习 所以 这有很多助理 让我亲自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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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小店 马上就要打烊了 最后 我们先是要喊出 我们中超吐口秀的这个口号 加油加油 对对对 好嘞 中超吐口秀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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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今天的账就不用结了 但是两位都给我们留了礼物了 怕拖呢 今天也得给我们留点东西 你想要啥 给我们留份卧宝了 这些仨是有点悬的 可以可以可以 那个形都写出来了 你看见没有 对对对 那个笔风都写出来了 有点像那个历书的那个感觉 他把笔风给写出来了 不错 真不错 哎呀 可以可以 哎呀都出来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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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属于小杰老师看到这么写的打手的那种笔花都不对 我们叫什么叫道笔划 不错 可以可以可以 很实诚 中超吐口秀 加油加油加油 哇哦 加油加油aría 加油 Martha 加油 加油 school 加油 練 NFC